Hello 大家好,我是Adu-cha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拍片之前到底都在做什麼 在化妝之前啊,會用一點妝前保養來讓肌膚趕快進入狀況,不會掉妝 那最近使用的是廠商提供給我的 帝額泉的晶透奇蹟水,奇蹟活源晶透露 那他使用的方法呢,是搖一搖 我最近使用下來是覺得效果還蠻好的 那我跟文當都有一起在用 詳細的心得我等一下來跟你們做介紹 有沒有BringBring的 接下來就是要去化妝 因為化妝的地方不是重點,所以我就先快轉了 開花妝、對手動喉 加女生 做往中時,它好像不一樣 然後放進去 開花妝好的 開花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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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的趴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拍片之前到底都在做什么 今天这个影片呢就是我平常拍片的时候一定都会进行的流程 拍起来才发现它意外的还蛮反复的 那现在要正式进入今天合作的厂商啦 就是碧儿泉 厂商总共给了我两瓶 一开始超级难分它的差别 但其实它们很不一样 首先是早上的话要用的是这一瓶 晶透奇迹水 然后晚上的话呢用的是这一瓶 修护奇迹水 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晶透奇迹水的话这里是写 前面有加个clear 修护奇迹水的话呢前面就没有加clear 这两瓶长得这么像它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我就先介绍我刚才用的这个是早上用的晶透奇迹水 因为早上要化妆 所以需要皮肤比较细致一点 妆才会比较服贴 那晚上的这个修护奇迹水呢 它跟早上的就不太一样 晚上的修护奇迹水跟它的名字一样 它是为了肌肤的修护做加强 那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肌肤的黄金时间是用来休息的 所以晚上搭配修护的话对皮肤是比较好的 它的修护效果也是早上的八倍强 听起来厉害哦八倍强 给大家看它其实是有一点分层的 那早上这个因为我刚才摇过了 所以它就没有那么分层 因为它是分层的关系 使用之前一定要摇一摇 才可以让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均匀溶解 然后倒在手上呢把它这样子插在脸上 然后要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 因为我自己一开始用错了 它这个看起来因为很大罐 我一看到就觉得它感觉可以用来湿敷 可是其实这个不要用来湿敷比较好 因为我一开始收到的时候就是拿它来湿敷 然后就觉得有一点点刺激 所以就询问了一下它们的公关小姐 公关小姐就跟我说 这个其实是比较不建议湿敷的 因为里面它有代谢因子 湿敷的话呢会比较偏刺激性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用手这样子轻拍 就可以吸收进去了 那我自己收到的这个是早上跟晚上 我都有在用 就跟文档一起用嘛 那因为呢就是我的皮肤 最近因为上班的关系就常常熬夜啊 不然就是我常常回家才会开始拍片 就是可能凌晨了 所以其实肌肤的状况变得比较不好 那我有记录我从用的第一天到第八天的肌肤的状况都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 我两个都是在家里的同一个地方跟同一个灯光照的 就可以看到它的皮肤的光亮度比较不太一样 最后一天使用跟第一天比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暗沉啊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是我拍片前的过程 还有我使用碧尔泉的金豆奇迹水的感想 不知道大家看到我拍片前的准备有什么想法 呵呵可能可以看到说 啊就是我拍片之前真的好丑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想法呢 都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如果说呢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都欢迎你帮我按个赞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都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铃铛接收最新的通知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啊 然后不要忘记留言告诉我 你还要想要看我拍什么样的主题哦 那这样子啦 拜拜 in the video 你看